象徵戰火的鳴笛聲響徹南京市 所有人就地對南京大屠殺 30萬罹難者默哀一分鐘 從2014年開始 12月13日就成了大陸南京大屠殺 國家公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宣部部長黃昆明代表出席 雙方因以死為劍 面向未來 共同致力構建 契合新時代要求的 中日關係 南京大屠殺向來是 中日關係爭議焦點之一 不過隨著雙方在經濟 科技等領域合作越來越多 也讓中日關係漸漸升溫 現場施放和平歌 藉此撫慰亡者 大陸五星期也降伴起哀悼 南京街頭標語 從昔日的勿忘國齒 換成了今年的促進共同發展 維護世界和平 整場活動大約持續了30分鐘 那麼今年的氣氛呢 也相對的緩和 中國大陸也希望藉此活動 能夠提醒世人 鳴記歷史 真愛和平 以上是記者陳旭 張桂林 我們在南京的採訪報導 無視職 全場壇